台湾人平均寿命约80岁左右 每年会有一些微调 但是死前的卧床时间却一直增长 现在已经来到死前平均卧床时间为8年 平均寿命扣掉平均卧床也只有72岁 当你在公园、餐厅或旅游时 看到很多七八十岁以上的长者 都很健康地在运动、吃饭、散心时 也代表着你没看到另一个场景 就是很多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已经卧床不起了 因为这些卧床的场景是在家里、医院、安养机构 所以你看不到 他们卧床的时间会高达二三十年以上 不然的话平均卧床的时间就不会高达8年了 很多中年人都以为健康活过80岁是很自然的事 有呼吸活过80岁可能不困难 现行的医疗可以帮你 但是要健康地活过80岁 就不是只有医疗就可以 卧床的主要原因为心血管疾病造成 心血管的通常是中老年人的健康基础 所有的疾病都有给你时间去治疗 心血管疾病是说来就来 没有给你多余的时间 养生、保健 从这里做起吧 血腾凤胶活力瘾 血腾活力瘾 全方位健康饮品 我们提供产品 让您免费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